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大的 重要的 這是記憶 我們農了過年 然後中秋 到五日這個 五日這個的時候 剛好都是夏天的時候 最熱的時候 所以我們常常會聽到 這個時候 夢的湯特別多 甚至就是 白冷淳 吃肉粽 五日這個 的習俗非常的多 但是到底五日這個 是不是因為 濕人屈原的關係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 我們的文史工作者 當時也是我們社區大學的講師 林清泉 林老師為了怎麼解釋 各位鄉親 大家端午節快樂 我是林清泉 今天我要談的就是所謂端午節 端午節 一般的來講 它是一個節日 它不是一個節慶 它是節日 節日 所以其實是氣候 地理環境的 與風土民情產生一個對變 繼承以前的先知 那就是說要符合社會的一個聯繫性 所以說呢 它是歷史演化一個規律 所以說流產 老師 我們知道過年過節 都是比較喜氣 然後中秋又是團圓 對 會被稱為是三大節日 這樣子喔 因為有 端午節它介於那個盲腫 節氣叫盲腫 節氣盲腫跟夏至 中間這個差不多介於這個中間 因為這個 今年論詩過 倫詩過 它是一個 因為節氣沒有論月 所以它是介於盲腫跟夏至之間 那這邊是比較熱的地方 因為接下來就是小暑大暑的 對 很熱的話就是說 那因為它是熱的話 就面對什麼 辱 很夏天 很熱 還有蟲害 那邪煞的這些出現 出現 很多想像 所以說就有驅逐 還有祈禱儀式的進行 那因為這些 如果說像我們春節的話 它是比較一個 比較冷 它就有一個節慶祝福的意思 那中秋它是比較一個 團圓 團圓的一個 一個團圓的意思 所以說它 端午節它是 二月二 就是很 凶惡的二 凶惡的二 二月二日 那因為在我們的傳統上 因為 一是屬於北方 那 二的話是屬於南方 三是屬於東方 東方 四是屬於什麼 四是屬於西方 所以五的話屬於中央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所以五夜 又稱為五夜 就中午的五 五夜就稱為五夜 五夜 那因為我們從 因為從地支裡面來算 它也是屬於五夜 所以五是很熱的一個天氣 所以這些跟那個 這樣子 所以說你看你們的 我們的記憶裡面 記憶裡面你看一下 我們過著什麼 過著洋夜洋日的生活 你看洋就屬 洋就是 一三五七九 是屬洋 洋 二四六八十就是 偶數就是 偶數就是陰 激數就是洋 你看一下 我們一月一日是春節 春節 二月二日沒有節 對 三月三日是什麼 清明節 清明節 那四月四日沒有節 農曆四月四日沒有節 沒有 那五月五日就是 端午節 六月六日也沒有節 也沒有節 七月七日 那個 農曆七月七日有節 七夕 七夕 但是我們七夕 我們還有一個節 它這個節很特別 一個節是百公 就是那個 我們講說那個 魯斑 魯斑 百公魯斑 就是在大文委的 本來就祖師爺 祖師爺 對 七月七號 你看 八月八號也沒有節 也沒有節 九月九號 九月九號 重陽節 重陽節 十月十二也沒有節 十一月十一號也沒有節 十二十二號也沒有節 十二十二號也沒有節 所以到九是什麼 極陽 最陽的時候 最大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過了這樣的生活 所以三節就是一五九 一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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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尊 所以這些 端午節是端 就是開端 開端 開端 開端就是開始 那這樣子 所以說 初始的意思 那五 五就是初五 所以說就是端兩 端午 所以台語都說 端午節就是五日節 五日節 五月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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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五日節 五日節 那因為五日節 在我們一般的傳統來講 都稱為二月二日 就是二 就是不好 不好的月跟日 對對對 就是因為 我們在遠古時代 它是好像一個瘟神 要降臨的意思 所以這些 那所以說 所以說五月節再來驅謀 驅謀 就是不好的東西把它趕走 在我們從現在的環境來講 也是真的 因為這些 五毒會產生 就是所謂像 蜈蟲蝦子 蟲蟲蟲 蜘蛛 蜘蛛 還有壁虎 對對對 最近家裡會很多 這種壁虎 蜈蟲 蜈蟲好可怕 對 很可怕 這些 所以說 有在傳統上 等一下我會再談到 所以他們就是什麼 用雞 雞 你一定要吃這些 吃五毒 在那邊那個 版畫裡面 家裡貼個 公雞 公雞 要專門吃五毒 還有蛇 這些 所以說 也是 節氣的一個開始 熱的開始 可是現在好像越來越少 現在家裡好像有的一些傳統 都比較像 是趣味性 你說白靈醇 對對對 然後麗蛋 然後吃肉 大長 可是其實像五毒 這些 老一輩可能還記得 可是現在好像越來越少了 好像越來越少 其實我們因為 為什麼 現在我們一直在談說 一般我們跟我們講說 端午節是從屈原投江 對 既然他開始 其實在屈原還沒投江的時候 就有了 在五指區 其實在嶺南的時候就有這種 就有端午節 就有這種北龍淳這種習俗 所以這種習 其實在屈原投江以前 以前 還有一個叫什麼 叫草鵝 草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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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父親投江 疊在江裡面 然後疊了十七天 然後尋找都沒有找到 一個十四歲的草鵝 就是一早之後 後來就他也在投江 救他起來 後來到最後一個傳說 是 他抱著他父親一起被救起來 大概兩個都過世了 大概兩個都過世了 還有我們比較談到就是 那五日節的時候 重陽的時候會談到什麼 白蛇傳 對 白蛇傳 是在紀念這個 還有一個五指區 五指區 一夜白髮那個 對 那在嶺南的話 在閩南 是嶺南的 五劍江西 這些大部分都是 都以五指區的故事來講 喔 所以不同地方 他端午前由來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說 那我們台灣內承受中華文化 所以說都以屈原這樣來講 因為屈原畢竟他是個詩人 他是做一個禮燒 這些 所以他是個詩人 所以說他的比較什麼 比較有名 喔 比較有名 大家也比較會記得 比較會記得 所以說 其實他在紀念的東西 各地方的他紀念的不一樣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東西 就不一樣的 所以這些 其實 那這是一個傳說 跟一個由來 五味節 是這樣子 就是一個是 虛眼投江 對 草耳舊富 再來是白蛇傳 白蛇傳 還有五指西的紀念 白蛇傳會不會比較是神話故事 對 這些其實 這些比較神話故事 像 曹耳 尋徐斯 這個也是比較神話故事 是 就是孝嗎 孝 對 孝順 所以說這些 歷史上的一些節日 和節慶 很多都是一個神話的故事 神話故事 蠻多的 所以變成說屈原比較像是正統 正統 就像那個 你看那個 長耳奔月 所以說我們在三次 有祝月公 對 這是比較神話故事 也比較浪漫 對 所以說這些 好 所以說我們講說 就是傳說 端午節的習俗活動是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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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肉掌 我們現在想得到 寶肉掌 還有老師後面那張圖 白靈尊 對 然後還有 就是現在大家 都會在那一天就立蛋 騎檔 騎檔 後來發現原來是因為什麼 地球 地球的那個 節氣的關係 地球是要進入北迴歸線 北迴歸線的關係 所以說我們就要從那個 掛倉浦艾草 那我們傳統上 一定有倉浦 倉浦 很長長有沒有 很像一把劍 是 那就是在驅毒 在驅膜 驅膜 驅膜 還有艾草 其實倉浦跟艾草 本身就有什麼 安審定破的作用 就是這個藥草本身 就是有這樣的效果 對對對 像榕樹 我們像医癌 我們都是以艾草 艾草 還有倉浦加榕樹葉 對 其實這些都是什麼 都是一個驅逐 驅急避凶的效果 也是一個安審定破 所以把它掛在門上 老師 像這個我們家 我媽媽還會吃鮑 鮑是為什麼 人家說吃鮑才會笑到 所以把身體更健康 更容易 我還記得有榕樹 倉浦艾草 還有鮑 還有吃甜豆 甜豆 那個甜豆是我們菜豆去吃甜的 煮煮甜的 這些 然後吃菜豆才會換得老老 可是那不是過年嗎 這個時候也會 會 因為它是一個驅急避凶 也有一個祈福 當然是這些習俗會在 第二是吃粽子 藏呢 以前是因為鯨藏 鯨藏的話它是什麼 那它是問田的 那是甜的 問糖 甜的也是一個什麼 穩定身心 穩定身心的一個作用 好像越熱是不是要吃一點甜的 甜的 對 那穩定吃 所以說 像拜吉掌 演化成為龜掌 龜掌 我們現在最流行的就是 肉掌 而且還有分什麼 北部種 南部種很多 南部種很多 那種的話變化 現在慢慢的變化太多了 但是唯一不變 肌掌 肌掌就不變了 肌掌 就是黃色那個 對 肌掌 還有龜掌就有些變化 但是肌掌微不變化的 肌掌 像我們在祭拜祖先的時候 一定要有肌掌 這是必備的就對了 對 那有些人家 拜神明 這一天拜神明 或者是祖先的話 就是穿肌掌 肌掌 這樣一定要穿肌掌 一定要有肌掌 那有沒有數量的限制 沒有沒有 就是 就只要一肝 一肝 等一下會談到 上漲你就要注意這個習俗 漲不可以亂送 種還不能亂送 種不能亂送 對 等一下會談到 那我們不是說包種 不是 包種 不是 種也不能亂送 好 再來是北龍船 就滑龍船 或是爬龍船 對 都有人寫 那爬龍船其實是 其實爬龍船 北龍船 在我們有些地方 也不是在祭祀區 它是一個上古 很古老的一個儀式 就有了 那就是 也是在驅謀 驅謀 驅瘟神 瘟疫的概念 是這樣子 所以今年疫情 所以大家是不是可以趁著 趁著這個時間 因為有人說 剛才這個時候是 像有些都說 可以轉運 對 轉運的時候 對 不過現在因為 今年的疫情關係 爬龍船 大概就人幾人 對 所以說這個活動 很多都取消了 這個活動有些 就有一點限制 那 有些各鄉鎮 各 就有一點限制 幾乎都沒有辦 就只有留下傳統儀式 傳統儀式這樣子 所以北龍泉 其實北龍泉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活動 但是現已今年 就關係 所以說就 對 疫情很多都停辦 就有點 但是他們還是都有辦 龍船祭 就是 龍船祭 對 龍船祭 對 祭江 就有點改變方式 就像我們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我們講說 那個 麻祖出筍有沒有 也是個祈福的概念 祈福的概念 它也是一個 那個 那個方式還是 它在保存傳統 但是 那個 那個 它的動作 還有這些儀式 有點變化 變化 也不可能給我 戴口罩 對對對 白龍泉 不可能 這也是飲熊黃酒 熊黃酒 本來就是可以 什麼 治內籍 熊黃 治內籍喔 對對對 熊黃是什麼做的 熊黃就是 也是中藥 就是要熊黃 熊黃 熊黃 對 那這個中藥 因為 五月 五月就是比較熱 熱的以前 就是比較常 會得到什麼 內疾之類 所以說用這種東西 來治我們 來預防我們的 這些疾病 所以說要選熊黃酒 熊黃酒 還有就是怕爪嘛 有爪梯 爪出沒 要放一些什麼石灰 熊黃 熊黃可以 對 就像那個白龍子 喝了什麼熊黃酒 熊黃酒 就變形 變形 把下石洗鮮有沒有 這些故事 所以其實也是有依據的 對對對 然後再配戴那個香包 香包 其實香包裡面也是什麼 換個趨吉避凶的一個 那個它的物品 就是蚊香 香味這些 可以什麼 保持我們身心的健康這些東西 穩定安神 穩定安神 它再來是戴五彩絲線 五彩絲線的話 結果它也是什麼 依據我們的 青赤黃白黑 它是青色 紅色 黃色 白色 黑色 就是五行 五行 五行就是木火土金水的五行 所以那是好運的意思 對 是一個祈福的時候 這時候 增加藍寧之間 它那個祈福 可以更顯示說 對愛情的堅珍 五色線 就是如果你有喜歡的男生 你就可以送他五色線 五色線 五色線 對 這些東西又出現了 其實在端午節有這些的活動 端午節還這麼浪漫 對對 對 對 還有就是剛才講七瘟疫 溫神 那七瘟疫就是 我們講說 剛才談的 不是有五毒嗎 對 把這些五毒 五毒到底是哪五毒 五毒就是來 蛇 蛇 蝦子 蝦子 還有那個蠶蠟 蠶蠟 蠶蠟也算一種 蠶蠟 蠶蠟 還有那個青蛙 青蛙也是 那錢的青蛙是 然後蜈蚣 還有蜈蚣 蜈蚣 有些是講蝙蝠 蜚 有些講蜘蛛 青蛙不是 青蛙不是 青蛙是吃牠們的 吃牠們的 就是蛇 蝦子 蝦子 然後蠶蠟 蠶蠟 還有蜘蛛 蜘蠟 蜈蚣 有些會把蜘蛛拿掉 用蜚蜚來替代 蜚蜚 可是蜚蜚也是會吃蚊子啊 蜚蜚本身以前是認得它是不吉祥的東西 可是現在好像說蜜蜂 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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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蜂蜂 蜜蜂蜂 蜜蜂嗎 蜜蜂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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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蜂蜂蜂 蜜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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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蜂蜂蜂蜂�蜂蜂�蜂�蜂��蜂���� 他為什麼會有立即 除了就是這個時候比較好立以外 他本身是有什麼意義嗎 他也是一個 因為以前節慶的活動比較少 我們一般的來講 都是把這個活動 用這個東西 好像是 因為剛好是 我們台灣基於北迴歸線 況且我眼睛就發現 這時候怎麼可以把它立起來 站住 一傳死 十傳百 就像有些小朋友立蛋比賽 就這樣就把它 好像說可以用起來就比較厲害 對 因為那是一個北迴歸線 剛好是在一個節氣的關係 所以台灣列起來 別的地方不一定列起來 對 因為節氣沒有關係 節氣的關係 就是一個地球的公轉跟自轉 公轉 自轉的那個關係 還有五十歲 五十歲 五十歲我們一般來講 這五十歲 這時候拿的五十歲最好 我有看過本書 它講說五十歲 那時候水的結晶是非常漂亮的 結晶 水的結晶 那五十歲 人家說 吃水五十歲 可以吃藥一大堆 有有 對 以前的書院有說什麼 喝一口五十水 剩三年的補藥 對 可以吃一些保藥一大堆 對啊 實際上是只有五十水 那我們要煮開嗎 沒有 我們那時候五十水都沒有煮開 我在小的時候 就是直接從井裡面打起來就開始喝了 打起來就可以喝了 打起來就可以喝了 那現在要什麼 現在我應該要過濾一下 要過濾一下 要稍微 要稍微 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現在喔 怕水汙染 以前的水比較純淨 比較不會汙染 所以五十水 要喝 直接喝的話 要稍微要考慮一下 所以就是我們五十是十一點到一點 對 十點後開始 十點後開始 十一點就要開始煮 對 煮到滾八點煎過 有些是不用煮 也是用過濾 過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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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喝五十水的 要注意它的水的來源 注意它的來源 就不是說 我們出來水一打開就要五十水 不是 但是我們都會用那個來洗澡 對 用五十 五十水來洗澡 那叫五十水 五十水那時候 我小學 那個小時候 他喝的水 這很甘甜 這很甘甜 很甘甜 很甘甜 又是可能又是泉水吧 泉水又很甘甜 那時候 因為我們大氣很熱 那個水很冷 它保持在15度到15度C 喝起來就很舒服 就這樣子 人家說 有的人說放那五十水 就會不會在那個時間 一直去說泉水 對 雖然我是不知道水 放三年會不會臭 可是你說那五十水就特別好 對 特別可以放進去 對 對 因為我們的 有的水 有些 就叫五十水 還有一種水 因為有 今天是端午節 所以說不臭 那種水也可以放很久 是 所以 什麼水 就是 我們骨灰罐裡面 也會產生水 非常清澈的水 什麼罐 骨灰罐 骨灰罐 骨灰罐也會產生 對 那水非常乾淨的水 真的喔 可是這種水很難取吧 非常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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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陰水 陰水 那五十你說陽 陽水 陽日 所以是陽氣最重 對 你看是 午夜嘛 然後再午日嘛 然後五十也是陽十 陽十 對 因為它是陽 因為如果說 慢慢才轉到陰了 它是陽 所以是陽 陽月 陽十 陽日 陽十 陽日 陽十 沒關係 水喝起來都像 勝過 三年不要 對對對 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人家說用 這個時候用五十水來泡茶 最好喝 泡茶最好喝 對對對 所以 真的耶 如果今年真的可以的話 因為很多人 今年疫情 對對對 他說 雖然說台灣的很穩定 可是國外的疫情 還是 還是很嚴重 所以現在 大家可能可以趁這個時候 老師有去講 說五十水 最好 不過我們要把握 因為當午節 只是一個時辰 這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一個時辰 他這樣一個時辰 現在兩個小時 對對對 所以在一點到一點的時候 我們要好好 把水燙最準備好 一年我們會扣這個來試 對對對 對 用自來水 如果你比較講究 你可以像老師說 就用山泉水 山泉水 還有一些泉水 出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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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藥 可以去藥 我之前去東山採訪 他們很多人會 就是 會習慣去接那個 泳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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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 像我們那個水 那個水原地那邊就有 就有啦 一些在山 在山邊 那都有泳泉 泳泉 那是泳出來的 泉水叫我 好耶 很多人 大家因為連架嘛 都休息了 都去白堆 沒有錯 所以我們如果要的話 家裡是自己最方便 可是如果大家比較講究水質 更純淨的話 可以去一些 你比較知道的一些頂點 就是趁 5月5號嘛 就是今年是6月23號 6月25號的 中午11點到1點 就這個時間 對喔 不要超過啦 要薄這個時間 就兩個小時喔 對對對 就只有這兩個小時 因為這兩個小時的泉水 剛才聽老師說的 喝一水 五十水喔 比較要吃到一大堆 比較要吃到一大堆 三年保養都不用吃 好好要飽 雖然說可能是一種 古代人的一種 它是一種傳說 傳說啦 還是有規定呢 可是搞不好 真的 真的因為五十嘛 陽月 陽日 陽時 這個水搞不好 真的可以讓我們 喝的 至少是很平安的 對對對 心靈上也很安慰 心靈上也很安慰 那有安省並不會有功效 但是要取得它 知道它的來源喔 對 要知道它的來源 不知道的話 就要至少煮廢過 對對對 要煮廢 真的要 因為現在 衛生很重要 衛生 然後安全 但是如果你有幸的 過的泉水的話 你就可以好好的 趁這個時候去實用 因為真的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 甚至有些人還說 拿來什麼 喝了之後可以趕運 對 那可能很多啦 越來越多 可能不管是穿著附位 還是給它一些 更多的故事 都會 很多都有嘛 對 所以還說什麼可以 除惠啊 轉運啊 招財啊 甚至還有些銀行 他會特別講說 我這是 這五時水用 對對對 然後 就是有點求踩水 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其實 很多很多的功能 那我剛才談到那個五師線 那如果說是男生的話 是 男生都要戴在左手 戴在左手 男左女右 對對對 女生的話就戴在右手 那這裡有一個什麼那個 也可以 祈福啦 長運 可以招來好的姻緣 喔 像我以前的嫌 祈福啊 喔 祈福 對對對 祈福 祈福 祈求好運 祥命啦 喔 祥命 祥路啦 這些都可以 其實我們五月 那我們可以送給長輩嗎 可以啊 祈福 祥命百歲 祥命百歲 對 是 所以不一定說一定要送給 異愛的男生 對對對 我們也可以 譬如說幫長輩祈福 對 祈福 對 所以那有特別講究嗎 因為現在很多市面上 就已經有 對 有市售的那種 市售的 不過我們五日節咧 它代表它的意義 它本來就是什麼 在屈吉避凶 這天送更好 所以我們一定要這天送這樣 對對對 這天送更好 端午節 對 現在距離端午節還有幾天 大家可以先事先去把它買起來 對對對 然後在這一天送給它 因為日子又特別好 是是是 雖然是二月二日 可是我們在這個時候 就有點專門 幫 如果說你已經分嫁 幫長輩祈福 還沒分嫁的話 就求姻緣 求姻緣 好好用喔 對對對 然後給小孩就是說 祝他平安 對對對 長命百歲 可以小朋友給晚輩 給長輩 給你心愛的人 都可以 五色縣真的耶 老師不講我們還不知道 因為這個習俗大家比較少聽到 因為五色縣 它是五色嘛 就是木火土金水 也是東西南北中 它是一樣 代表五星 代表五星 就把你補全了 對對對 綠色代表東方嘛 紅色代表南方 白色代表西方 黑色代表北方 中央是代表黃色的 中土 它全部都有 全部都包 對對對 其實五色縣是非常好的一個 取己必修的一個 其福的一個 其福 然後還有五十歲 哇那其實 端午前天還滿忙 是 是 有些家裡要拜拜 要飛拜拜 然後要買 先買線 還有掛倉譜 倉譜 還要去吃水 對對對 真的要休息 如果說 像今天 疫情關係 如果說 有些是下午看 看白龍準 真的是忙了一整天 真的很忙 對 因為往年 我們同事其實大部分在那一天 宜蘭線都有轉播 對對對 我們其實很少有機會 可以休假 對對對 整個 端午節真的是 滿忙的一個節日 真的滿忙的 然後 不只 出嫁的忙 未嫁的也要幫自己求姻緣 對對對 有些那個 我會等一下談到 一些出嫁裡 那天叫做歸零日 出嫁裡那天要回到娘家來 是喔 對對對 所以端午節是可以回娘家的 對對對 那是以前是 可以要回娘家 在以前古代是那一天 是可以回娘家的日子 是 因為我談到 端午節一個禁忌 禁忌有滿多的 禁忌有很多 對對對 滿多的 所以除了可以 我們剛剛講的 活動 活動啊 習俗以外 我們下半階段 我們老師會來告訴大家 所以大家真的是 要做好筆記喔 來不及喔 看直播的喔 就要那個 重播的時段 也要好好的把這些記下來 因為 一年就一次嘛 對對對 然後他那個時間啊 什麼時間 一定要做好 我們這個時候 一起來求好運喔 現在先休息一下 馬上等一下